今天是3月21号 现在是上午的10点36分 A股出现一波跳水 那这个跳水是出货还是洗盘 大金融护盘怎么看能不能追呢 还有就是题材方向出去明显的分化 高位的题材要不要跑路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就盘面做一个分析 在讲翻译之前 大家评论区一波巴巴巴支持一下 对A股的跳水 我觉得大家可以理解 因为近期是属于一个高位的震荡 盘中出现是吧 拉伤后的一个跳水 就是一个获利盘的一个出逃 这里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调整 但是要提醒大家 A股在这个震荡的过程中 有一些高位票高位板 不要轻易的去顶了 不要轻易的去追了 顶错了追错了 不好意思那你就要接盘了 短期的风险是比较大的 这个是不得不凡的 好的在这种行情下 我们的股民到底该怎么做呢 其实说白了 现在这个行情就轻指数重个股 现在就是一个结构性行情 有资金关注的 重心重点行业就会上涨甚至大涨 但是没有资金关注的 我估计这段时间大家都是亏钱的 所以说指数今天再创了一个反弹 来的一个新的这个高位 大家看对不对 盘中一度冲到了3090的这个位置 到前面的高位了 但是从 从市场的反映来看 大家的钱感觉就就没有回了多少 没有回了多少 也就是说 甚至有人说指数创了新高了 以后的我的钱还是什么 还创了新低的 对不对 是不是这种情况 那为什么会从这种情况来 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行情 它是属于一个分化比较严重的结构性行情 只有资金关注的主战场 它才会有获利盘 才会不断的拉升 那一些没有资金关注的 可能大家会发现 有一些板块已经回到了原先调整的位置 大家去看一下相关的一些个股 有些已经回到了澳尼澳四年 沙跌的那个低点 所以这段时间 有些人就相当于做了一个过山车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其实说白了就是 你要什么去弱留强 这个我一直强调大家要什么 借这个反弹强反 去弱留强 把弱势的干掉 把强势留下来 或者说逢高减仓 以后换成强势的 或者说资金关注度比较高的 并不是说换成强势的就叫你去追高 不是这样子 就说你在这个强势的板块里面 那些大涨过的票 你怕了不敢去 你去找一些强势板块里面 一些低位票 一些人气票 去做一个潜伏 博一个反收反弹 博一个轮斗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的 不是说哎呀 这个虚众流强就是什么 把弱的干掉 把低位的干掉 其实是最高的 这个并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是一定要注意的 好 那指数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一个震荡行情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板块该怎么选 你刚刚有人跟我说 哎呀哎呀 这个银行又涨了 银行现在涨了还能不能进啊 还记得我在前期跟大家讲 讲什么呢 我说银行在这个位置 它就是一个超低反弹 它就是一个超低反弹 那么马上拉的时候 上方有压力 那这个压力比较大 你怎么办 你这高位备套的 他反弹越马上走 越往上拉 我们越要跑对不对 跟大家说了很清楚 说的很明白 这个节奏 这个思路 这个策略 跟他也说的清清楚楚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需要什么注意的 那么这里反弹上去后 高位备套的朋友们 有机会给你高位减仓的 高位跑路的 我觉得大家是可以考虑先撤的 不要不要一根筋 哎 不会以为他又拉起来 又涨起来 银行又要大涨了 我又什么 我又继续追高 这个觉得我 认为不靠谱 这大家需要注意的 当然银行今天涨了 还有一个方向就是证券 证券是正当时间 大家 关注度比较高的 尤其是散户 扎堆的一个方向 大家还看一下 我跟大家说的很清楚 证券就是一个底部震荡 只要你不追 问题道不大 盘多极拉冲高 我们考虑减仓 盘多极达 极c 极杀 对不对 极杀 你要到了一个低点附近 我们就做一个低息 做个博弈 做潜伏就好了 所以这个节奏 这个策略不出了吗 证券的话 你去潜伏 拉高了 我们去捡点仓就行了吗 对整个证券板块来说 跟大家说了很多次 强调很多回 重心在哪里 重心在有重组预期的一些票里面 那有些票 我说有重组预期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你看今天涨幅剧情的 就是 国联证券和方的证券 国联证券 这个这段时间不断的这个收购 不断的买 所以他指数 这个k线走的非常强劲 越折越强 你看毕竟前期高位 还有就是包括这个 方的证券 你看方的证券 今天是不是有这个利好的加持 所以他调整后再次出去拉高 我在前两天跟大家说过 这个是说什么 我说他拉高了 你对吧 不要轻易的去追 但是他数量回踩了 那么你当时可以去潜伏一下 可以去低息一下 你当他拉起来 我们就可以获利了 我们就可以跑路了 对不对 这接着策略就出来了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证券板块 很多人亏钱就亏在什么追高这块 只要你不追高 你像证券的话 昨天杀天的你去低息你去潜伏 完全没有问题 那你的什么获利盘就出来了 今天一拉高 一个上升你的获利盘就出来了 整个来说 现在这个行情就是指数 感觉总有一张无形的手在护住他 就是大权传方向总是在轮动 这个板块下来了 那个板块又起来了 就是所以感觉就是跌不下来 但是给大家提个醒 什么醒 就是操作上面 我们要注意的细节是什么 就是要轻指数中个股 权传方向的话 他大概是护盘的 想在权传板块里面 获得大力 撞到大钱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我们的重心还是要放在 题材这一块 一说题材这一块 大家可能就想了 你看贵金属好像是昨天表现不太好吧 今天就起来了 是不是 其实这种就受什么影响 这种就是受消息面影响比较大 就收集消息面的话 有一些变化比较大 在操作上面 我前面跟大家说过 这种方向你去操作的话 你去参与的话 你就看现货的价格 比如说贵金属讲价了 比如说黄金又涨了 比如说其他又涨了 所以他就会继续上涨 或者说出现拉升 如果这些没有的话 那很很难出现持续上涨 这是大家需要特别注意和留意的 再给大家提一个醒 就是像这种行情下 就是板块轮动的时候 最高还是保持理性 你看这个除了贵金属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说了 这个是门声视频 这个是近期市场主张场 接下来我们要重点留意的一个对象 对于这个方向的话 近期资金的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 但是还是属于什么 还是属于消息名刺激 大家可能会发现 在昨天晚上发现了一个非常新的题材 对不对 k米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你看像滑车隐私这种票 20厘米的直接就是什么 直接就是昨天20厘米 今天直接去开了20厘米 所以非常的强劲 非常的好 对这种环境下 我们的股民到底该怎么做 其实这种是没有办法的 就是大消息 自己下你根本进不去 你只能看信后边跟风的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保持理性 保持谨慎 不要轻易的去追高 那除了这些之外 你看还有猪肉房地产 大家看一下猪肉房地产的话 在近期我明显的告诉大家猪肉 农业这一块的话 它可能会有一个超跌反弹的走势 因为前期跌的比较多 跌的比较猛 对不对 是一个超跌反弹 你在操作上面就是追高这一块 要保持理性保持谨慎 就是前排了一些核心片 还是可以跟踪一下的 这个并不说没有机会 短期的话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 但是你看一下 今天的猪肉方向 两个票涨停 但是两个票涨停的话 目前来说 市场最强最火的 应该就是傲龙生物了 这个票的话 在近期的走势是非常的强劲的 但是你像这种票的话 它也是属于一种明显的亏损票 近期走出了一个资金抱团的则是 在操作上面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什么 还是要什么要保持理性 不然盘不乐去追高 但是盘充的分歧点 可以去驳一个短线的机会 这个我觉得倒是可以理解的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好 那除了这一块之外 就是疫苗 手机 传媒 反正就是乱七八糟 感觉就是这里炒一下 那里炒一下 这里 这里冲一下 那里冲一下 都没有明显特点了 那我们看 今天涨停票也是一样的 比较少了 前面一直讲 一直讲市场的涨停的方向 市场的核心方向 在什么 在人工智能科技这一块 但是你发现没有 今天的人工智能也好 科技也好 涨停的票大涨的票 都是比较少的了 你比如说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动不动就是20个票 掌停今天只要7个票 掌停 在看这里 发现一个问题没有 就是找盘很强 那如果你在高位追进去 这里一波跳水 我估计现在心里是七上八下的 现在很纠绝的 哎呀 这个一跳水下来了 是吧 那我 我在高位追高的被套了怎么办 那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人工智能板块的这个走势 其实它指数就是属于一个震荡 上行的一个走势 就是一步一步的抬高的行情 对不对 不断不断的爬 爬山四的走势 所以只要你不在高位去顶 问题也不大 但是高位去顶的话 我前面也跟他说过 那你有能力的 你去驳一个短线的这个龙头股 没有能力的就不要轻的去 去这个操作 而且你看 今天人工智能板块上涨的主要 还是昨天晚上有利好加持的一些方向 你比如说像华特隐胜 对不对 洛奇这些 包括昨天 崛起的海天润升等等这些 但是像这些票的话 是吧 你前期没潜伏的 那相机的拉高了 你敢去追吗 那大家去拉高去追的话 可能也是会存在一定的这个什么 接盘的风险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细节 注意的一个变化 整个来看市场的节奏还是非常之强劲的 但个股操作起来难度是比较大的 对不对 大家会发现 哎呀这个赚钱难度感觉就越来越大了 对不对 那我想提醒大家是什么呢 就市场在这个轮动轮换的过程中 其实在主线品种上面 你只要有助一些核心的低位的 去做个博弈做跟踪就好了 能力强的 你可以去去干前盘的 大多数人 我觉得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干前盘的 不会轻易的去追高 这个大家需要注意的 好 那除了人工智能之外 今天这个你看这个机器人这一块 涨天票也比较少 才6个 包括包括新闻车 涨天票才5个 所以你看这个明显的这个机器人 这一块 所以跳出来 感觉有一点点沙跌的一个动作 感觉有一点点这个去 这个 跑路的一个节奏 昨天前天我就跟大家说过 越是马上涨了 越是马上这个高位压力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小心 小心什么 小心高位票的这个沙跌 小心高位票的一个什么 一个接盘的动作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那既然这个方向的话 现在的个股也是属于一个高低 切的一个动作 你看像贝士 还有这个什么陈信也是最近 这个博信也是最近起来的 刚刚上升起来的 好了 我们看这个时封文化 是不是底部 超低超低反弹的一个补涨 包括这个南方金工 南方金工在去年是涨过一波比较好的 那么今天的话促进一个上涨 它也是属于补涨的这个行情 操作上面 大家就注意这个细节 这个变化就行了 对当下的盘面其实 整个来看就是市场的轮动 非常之快 不管你是主性品种 还是其他品种 都非常之快 所以操作起来难度非常大 去追高的话很容易是吧 很容易吃面 而为什么说容易吃面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可能大家就明白 就比如说华峰昨天是不是冲高回落 今天就不样了 昨天大家看一下明显的很强 但是昨天你追高的今天把一下拉下来 昨天到今天十几二十个点就没了 好了 我们看一下就是像得中汽车 像活动智能的这种你看前几天很强 这里现在是不是很弱 所以你在操作上面就是追高这一块 的话是不是不样了 整体的走势就是高位票啊 存在着短期的这个大调整的预期啊 所以朋友们啊 就是近期暴涨过的票就是高位的 不要盲目的去顶 不要盲目的去顶 你像前期啊 涨了几十个点的 涨了一倍的 或者说这些票网 大家还是要保持理性保持谨慎 好 让我们回到这个市场 A股现在属于一个轮动的调整的走势 那现在的核心啊 还是在这个科技加汽车这一块 但是科技加汽车这块涨的比较多了 已经涨了这个很多 涨了这个几十个点很多发发呢 而且这段时间炒作的时间周期也是比较长了 炒作了至少我相信至少应该有几个月了 所以已经是盲目了 这个时候大家就不能轻易的去顶了 这个是要特别特别小心的 低位的可能会有一些补涨 但是低位补涨结束后 那估计就进入了一个调整的走势 这个是不得不防的一个状态 好 那我们回到这个个股 其实你看一下今天这个个股就知道 今天涨幅之前或者涨情的票很少很少了 至少现在为止 涨幅在10个年以上的也就是40加上下 还不到40加 所以这个盘面就明显的 大家有一点点恐慌的情绪了 高位票的撒跌已经是迫在眉睫 那看一下后排 看后排的话 李兄发现今天大跌的票开始增多了 你看现在有跌了8个多点的 也跌了7个多点的 还跌了676个多点的一大片了 感觉就是亏钱相应开始放大了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细节是什么 你比如说像这个位置 对不对 你看超越超越的话 在昨天是很强的 大家今天就不行了 昨天出现一个强势的一个大洋 一个反波的行情 那今天直接就被案了 所以你这昨天追高的 现在是不是都非常难过 非常是难熬 这里再给大家提个醒 就是在操作上面 近期拉到前高附近的 你比如说像这种 涨幅去涨幅很大 拉到前高压力位附近的这种票的话 不要盲目的轻易的去顶了 一旦你去顶错了追错了 不好意思那你就站稿了 你就解放了 这里特别提醒大家要保持理性 保持谨慎 要小心的 输了很多次 输了很多回 大多数的票 拉到前高压力位附近 都是会出现回踩或者资金的强跑的 你比如说像这种票对吧 连续几天强势拉到前高压力位附近 那是不是也出现一个回踩 所以你在这个位置去追高的话 你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的 这个是大家特别要注意的 然后你看这种票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原理 一样的策略 但整体来说市场在经过了长达 应该是有一个多月的一个反弹行情之后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 获利盘的一个出逃 所以说指数目前来说没有出现重大利空的情况下 它跌幅不大 但是个股的话你要防高位股的大幅度回撤 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不会毫不容易把钱捞回来 毫不容易把这个钱赚回来了 你要这一波杀跌 这一波跳水又把它还回去 那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保持这个适当的空闲仓位 好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